今天户指又创了个新低 3048.51点 又到了3000点保卫站了 说起来有点尴尬 关于消息面我就不说了 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现在的市场是出力空 砸 出力好 也砸 反正是砸就对了 A股似乎正在慢慢的滑向深渊 那么国庆节前只剩下了四个交易日 就像我们上周分析的 市场已经提前进入垃圾时间了 积累行情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唯一的希望呢 在于节前能够尽快的探明顶部 然后来一根振奋士气的单日上涨行情 为节后做一下铺垫 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咱们从技术上分析一下 从走势上来看 说实话 护制呢 很难看啊 均线空头排列 类似于四月底的空头走势 MACD呢也是向下 然后这个区间呢 也被跌破了 怎么看都是一副要加速下跌的样子 不过呢 在凶险的背后 V中也有机 有一些积极信号 首先呢 护制呢 今天收了一根倒锤子线 长长的上影线 就像锤子的把手 K线的末端 实体是锤子 看起来就像是一把锤子 倒立在地板上 因此叫倒锤子线 那这个倒锤子线有什么意义呢 经过长时间的下跌 出现倒锤子线 代表多方正在试探性的向上攻击 测试筹码的锁定程度 如果说次日开盘价 在锤子线的实体之上 并且次日能够拉高收涨 就像我图中画的这样 那么就是见底的信号 我们需要观察 明天它能不能收涨 而且技术上认为 倒锤子线与希望之星同时出现 见底信号会更加的可靠 巧合的是 前几天咱们刚刚分析过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两根 十字K线的希望之星 对吧 那么第二个机器信号是 创业板今天没有下跌 反而是涨了将近一个点 有点率先见底的意思 当然了 这些机器信号只是技术细节 不光要大胆预测 还要小心求证 放在当下的弱势市场中 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点苍白 当下的市场明显是由悲观情绪主导 哀莫大于心死 要想重获新生的话 扭转当前悲观的预期 是当务之急 是重中之重 关键之所在 这就要看高层的智慧了 我这里要提醒高层 要尽快扭转市场的悲观情绪 以雷霆手段扫除一切阴霾 否则等到真的跌破三千点的话 造成多头相爱相杀的踩踏 那后悔可就晚了 从长期来看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轮回 行情终究会在绝望中诞生 最后总结一下观点 走势不乐观 下沙是大概率是劲 但是微中也有机会 短线有机器信号 总体上来说 整体不明朗 策略上 短线还是要以谨慎为主控制仓位 防风险 等待转机出现